2022年秋日档的高分日剧第一起额终于完结了 今天就让我们用完整版解说一口气看完这部励志日剧吧 单亲妈妈带着不爱吃鱼的儿子搬到乡下小旅村 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当地的小旅馆当服务员 可就算和家已经小心翼翼 还是会有喝醉的客人来故意找麻烦 除了在这里当服务员 在征得老板娘同意后 和家还会给用餐的客人发小卡片 借一些翻译和文员类型的活计 毕竟独自抚养一个小男孩真的很费钱 而让和家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接到了陌生男人的邀约电话 表示早上十点在村里的港口见面 等和家带着儿子一脸忐忑赶到港口的时候 见到的却是一个梳着油头的欧巴桑 他猛然想起这个人正是昨天在聚会上跟自己搭话的男人 好像还是一个补育公司的社长 想到这里和家小眼一冷 拉着儿子小静就要离开 没想到还是被在车边抠鼻子的男人发现 看到和家的身影阿阳赶紧追了过去 还很热情地拉起了小静的手 表示叔叔带你去看轮船 就这样不会拒绝的和家被这个有点热情的大叔 从西齐渔港带到了村子另一头的鹰船渔港 阿阳告诉和家别看这里现在没啥人 以前景气的时候可是天天爆满 出海的渔船还没上岸 渔货就被收鱼的人抢购一空了 聊着聊着阿阳便带着和家来到一间白色小房子前面 正是他现在公司的办公地点 说好听点是办公室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堆满杂物的休息点而已 一进门的和家就闻到了一股海鲜特有的腥味 这让不喜欢吃鱼的他很是反感 心里暗自发誓要赶紧离开 就在这时阿阳终于说出了约和家出来的目的 他想请和家小姐帮忙重振这个小渔港 在和家一货的眼神中 阿阳说出了渔港荒废的主要原因 过度捕捞让这里的鱼货量大不如前 加上现在的人们好像不怎么喜欢吃野生海鱼 导致海鱼的价格持续低迷 而赚不到钱的渔夫工作根本吸引不了年轻人的加入 随着老一辈渔夫们的退休 现在能出海捕鱼的人越来越少 英传渔港也就这样荒废下来了 和家庭玩大叔的委托需求也很头大 刚想委婉拒绝却被旁边的儿子打断了 他扭头一看随即满脸震惊 平时不怎么喜欢吃鱼的小劲 此时正一口接着一口地吃着刚切好的生鱼片 在儿子的鼓励下 和家库起勇气加起了一块晶莹剔透的鱼片 皱着眉头送进了嘴里 可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全部舒展开了 入口即化却不带一丁点腥味的完美口感 让和家深度怀疑自己以前吃的根本不是鱼 他迫切地问阿阳先生这是什么 没想到阿阳却说这就是普通的竹甲鱼而已 看到和家还沉浸在竹甲鱼的美味中 阿阳赶紧趁热打铁掏出一万日元拍到桌子上 表示这是重振鱼港的部分酬劳 说完还掏出了和家昨天的小卡片 指着上面企业顾问四个大字说自己可没找错人 阿阳告诉和家自己已经不年轻了 虽然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但是他希望在人生最后的这段时光里 能帮助鱼港恢复往日的繁华光景 感受到眼前这位大叔诚恳的心意 身为门外汉的和家最后还是接受了拯救鱼港的委托 可拿着资料回到家后 他马上就后悔了 长期的不景气让三师船公司负债累累 拖欠工资和渔船贷款高达三个亿 能维持到没倒闭简直就是奇迹还怎么拯救 可一万日元的委托费已经收下 和家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 就在这时儿子小金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找到问题关键点后 和家马上拜托朋友去超市打探价格 听到东京超市的竹甲鱼一公斤1500日元 他两个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因为这边渔港的竹甲鱼价格是每公斤400日元 如果渔夫们补完鱼能够直接销售 那中间的利润空间非常巨大 想到这里和家赶紧跑到委托人阿阳先生的办公室 自信满满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看着听了目瞪口呆的几人和家很满意 他给这个销售模式起名三师献补鲜鱼箱 就是让渔夫把新鲜的海鱼装到保利笼箱子里 直接送到顾客的手上 然而在听到和家近乎完美的办法后 阿阳却沉默不语 他告诉和家这个方法行不通 因为当地的渔业协会和渔夫之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渔会要求渔夫把出海捕获的鱼交给他们售卖 而作为回报渔会会为渔夫们提供需要的燃油和冰块 可和家听完却不能理解 因为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规定渔夫卖鱼一定要通过渔会 而且现在又不像以前的困难时期 出海的燃油和捕鱼的冰块他们也可以自己准备 此刻和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委屈 小脸一脑直接从包里掏出那张一万日元拍在桌子上 表示你们另请高明便怒气冲冲离开了 回到家后和家一直皱着眉头闷闷不乐 身边的小金说妈妈现在的表情好可怕 和家听完赶紧道歉 他告诉儿子自己想起了以前一些讨厌的事情 原来和家念高中的时候 有一位转学生的头发天生就是浅喀色的 但是老师却让他把头发染成黑色 和家认为这样不对便找到老师理论 还掏出校规表示如果让那个女生把头发染黑 就是违反了校规里的不允许染发的条例 可老师却告诉他别没事找事 学生头发必须是黑色就是学校里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为了那个同学和家没有放弃 在开早会的时候他代表全班同学站起来抗议这件事 可当老师问起有谁同意和家的说法时 班上支持他的同学都沉默不语 甚至连那个天生浅喀色头发的女生 都反过来指责帮他出头的和家 所以白天的时候在船公司办公室里 听到阿阳先生说渔夫把捕获的鱼交给渔惠售卖 是不成文的规定时 和家当时的反应才会那么大 可他真的是很努力想振兴这个小鱼港啊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好友却告诉他目前国家也支持渔民自己卖鱼 但是自营许可证必须经过当地团体同意 也就是说到头来还是要经过渔惠批准 为了试探渔惠那边的口风 和家特意找到了渔惠会会长山本 借着道久的见系询问会长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渔民们多赚一点 可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心头一沉 眼看在山谱会长这里没有希望 何家果断跑去找分会理事长 以为遇到小迷妹的理事长果然上钩 聚会完就屁颠屁颠跟着何家来到小酒馆 结果马上就后悔了 何家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 一直向他推广仙芸香项目 还要他在自营许可证上带招 也许是被何家 何家执着的精神打动 中川理事长的语气也软了下来 他告诉何家生意必须是所有人都受益才行 何家的想法确实能够让卖鱼的渔民 和买鱼的消费者都受益 但是当地的渔惠和批发商怎么办 最后何家修改了许可证上的部分内容 理事长才点头同意盖章 而有了中川理事长的签字盖章后 何家的这张自营许可证申请进度 陡然神速了起来 一路绿灯通过直达最高级别的农民水产生 拿到许可证的何家兴奋地回到 英传鱼岛的办公室 找到了还是一连猛圈的阿阳 表示国家允许渔民们自己卖鱼 三师船公司的鲜鱼香事业可以正式启动了 说完便给他们看了手中的许可证认定书 看到认定书上农林水产大臣的那枚红色印章 阿阳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 到后面的欣喜若狂 最后更是直接走到何家面前 表示他就是三师船公司的福神 然而阿阳的笑容还没在脸上挂住一秒 麻烦又找了上门 当地余会的会长山普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表示何家这个臭女人居然跳过他跑去教训会理事长盖章 还拿到了这张什么莫名其妙的认定书 而何家此时却异常冷静 事到如今为了渔民的利益 他不会再后退半步 山普看到何家不为所动马上掉转枪口 大声质问阿阳是不是想跳过渔会自己去卖鱼 面对渔会会长的咄咄逼人和单亲妈妈何家的期盼眼神 阿阳最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阿阳的服软让余会会长山普非常满意 眼看大局已定 他甚至开始阴阳怪气地嘲笑何家这个门外汉不自量力 而时隔多年当不公平的事情再次落到了自己身上 何家这次没有选择任命 今天他必须要站起来反抗 浜を立て直したいって言ったのはどこのドイツだよ 何とかしてくれって泣きついてきたのはどこのドイツだよ このひゃっとこ あんたなんかねクソ野郎ですらないわ ただのクソだよクソ こんだけお膳立てしても自分では1ミリたりとも動けない 何の身動きも取れない哀れなクソ クソはクソらしく灰に高れ氏に食われガッピゴミ光みるがいいわ クソやっとこ イカレてんのとしようか イカレてんのてめえがタコ あんたさ漁師のピンハネして暮らしてんだよね そいつらいなくなってどうやって食ってくつもりって あたし聞いたよね聞いたよね したらあんた死んだ後のことは知らん 後の奴におまかせって笑ってたよね あんたら うがったつもりかもしんないけど それ完全にイカレてるから 面對近乎疯狂的何家 山浦冷冷一笑表示 竟然这样就随你们便吧 但是三獅船公司今後的燃油和冰塊 余惠一丁点也不会出 而且也不会采购三獅捕獲的任何海域 他倒是想看一看 阿陽跟着这个疯女人到底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可就算和家绞尽脑汁帮船公司拿到了个体自应许可证 甚至当着余惠会会长的面放下狠话 他们要自己卖鱼 三獅船公司的社长阿陽却依旧无动于衷 还直接跑到余惠会长的办公室下跪道歉 表示要跟何家这个疯女人撇清关系 而被当初委托他拯救鱼港的三獅船公司背叛后 倔脾气的何家依旧没有放弃 过了几天就直接来到码头找到了阿陽 说是经过自己尝试推销后 许多人对谢鱼香这种销售模式很感兴趣 现在已经拿到了十箱竹甲鱼的订单了 可就算何家已经把饭喂到嘴里 阿阳依旧向毛坑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 还表示三尸的鱼以后都不会卖给何家 在阿阳这边拿不到鱼的何家实在没办法 只能继续在码头闲逛寻找其他货源 在何家坚持不懈的寻找下 还真的就给他找到了一家愿意供货的船公司 最后靠着想要办竹甲鱼生派对的理由 何家终于凑齐了十箱新鲜捕捞的竹甲鱼 可就在他刚松口气的时候麻烦又出现了 匆匆赶来的阿阳告诉何家不能这样做 不然他们三尸船公司得罪了余会后面的日子 会越来越难过 就在何家的注意力被阿阳他们吸引住的时候 一个带着鸭绳帽的男人悄悄绕后 推走了他打包好的箱子 等何家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余会会长的助手直接当着何家的面 将他辛苦打包好的鱼一箱箱全部倒在地上 然后又将庄鱼的箱子采取 看着散落一地的竹甲鱼阿阳有些鱼心不仁 心想都这样了 这个女人应该会放弃了吧 可何家却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蹲下身子开始捡鱼 她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既然没有做错就不应该那么轻易放弃 等何家捡完鱼拖着疲惫身子 回到打工的小鱼馆时 老板娘突然喊住了她 有些含蓄地问何家要不要考虑放弃卖鱼的生意 还表示如果是因为服务员的薪水太低 导致何家去兼职卖鱼的话 她可以再帮忙调高一点工资 晚上何家去幼儿园接儿子小静的时候 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农林水产省的沟口告诉她出事了 何家之前申请的那张自营许可证被余会控诉造假 说是她涉及仙人跳才让区分会理事长同意盖章的 尽管何家一再保证没有做这种事情 可问题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沟口告诉她如果没有地方许可就等于没有达成申请条件 农林水产省到事后也只能撤销那张自营认证书 就在何家急的焦头烂额的时候 看出他有急事的阿药妈妈及时解围 表示如果不介意的话 今天可以让小静去他家玩一会 何家连忙点头道谢 然后便匆匆骑上自行车跑到小酒馆找分会理事长 再看到何家后分会理事长把腿就跑 中川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那么难产 总不能让他把余会会长威胁自己推翻认证的那件事说出来吧 此时摔倒在地的何家特别难过 他只不过想要帮助渔民们卖鱼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容易的事情做起来这么难呢 他觉得自己好像要撑不下去了 心灰意冷的何家像一个失败者带着儿子回到东京 好友安慰他这边的超市虽然也有卖鱼 但是因为是批量售卖 很多顾客没办法第一时间买到刚从海里捕获的鲜鱼 这也导致了很多小孩天生不喜欢吃鱼 而何家之前说的那个鲜鱼香如果能成功推广起来 也许真的能够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听到鲜鱼香时何家的双眼突然发光 可那道光芒最后又慢慢地暗了下去 他真的已经很努力去做这件事了 就在何家绝望的时候 接到旁边的一张提高女性地位的海报让他看到了希望 而自从何家离开小鱼港后 三师船公司的社长阿阳就一直坐立不安 他反复翻看着何家留下来的那份自营认证书里面的条例 发现鲜鱼香最后的受益人都是渔民本人 难道他们真的是步步自封了吗 就在阿阳还在纠结的时候 渔会会长的助手找到了他 表示之前何家蛊惑分会理事长在认证书上盖章 现在他们渔会这边要联名撤销这张自营认证书 说完便拉着犹豫中的阿阳一起去作证 撤销会上渔会会长山谱细数着何家的罪行 最后还不忘记让阿阳来补上关键的一刀 可就在这时阿阳却突然翻供 表示自己虽然不知道何家威胁分会理事长盖章这件事的真假 但是他提出来的这份鲜鱼香方案真的很完善 就算渔民自己用鲜鱼香这个方式去卖鱼 最后还是会一如既往把手续费交给渔会这边 可阿阳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脸色阴沉的山谱给打断了 就在现场气氛陷入胶着的时候 阿阳的员工永泽闯了进来 借着公司有渔民受伤的理由 趁众人不注意把抢过会议室的遥控器打开电视 此时电视上正直播着农民水产大臣的讲话 而他着重提到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何家 当听到大臣亲口说出将权力协助何家的事业 提高女性在农业渔业的地位后 现场众人都目瞪口呆 几个脑子灵光的老油条马上表示渔会会长肯定记错了 他们都觉得何家这份认证书肯定是真的 被摆了一道的山谱最后只能骂骂咧咧离开了 原来阿阳被渔会的人喊走后 永泽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给了何家 他的这次神助攻就是在东京的何家安排的 而山谱这边正怒气冲冲赶回渔会 没想到一个不速之客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 正是带着儿子从东京赶过来的何家 何家告诉山谱先鱼香项目他又修改了一遍 这次打算卖的是渔民的混货鱼 就是混在渔获里面一些随网鼓捞的鱼类 此时的山谱本来就是骑虎南下 看到何家自己把台阶递了过来 山谱马上露出笑容表示早这么说就对了 这个鲜鱼香项目渔会这边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从渔会出来后何家找到了阿阳 表示听永泽说阿阳先生在撤销会上很热心地帮他说好话 阿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希望以前的事何家能原谅他 就在这时何家站了起来 在何家的积极推动下 三师的鲜鱼香项目很快开始启动 然而现在鲜鱼香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客户 因为当地人对献捕海鱼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何家决定只身一人前往东京开拓客户 可让陌生人接受自己的东西谈何容易 不会任何销售技巧的何家连续跑了好几家店 都被店长以各种理由直接拒绝 就在何家感到绝望之时 日料店长一句无心的话让他毛色顿开 在亲自品尝了一家店的特色餐品后 何家终于成功推销出了第一单鲜鱼香 而这种奔波的日子 对于这个无依无靠的单亲妈妈来说才刚刚开始 每天早上何家一起床就要把儿子送到幼儿园 然后再搭电车前往东京寻找愿意订购鲜鱼香的客户 晚上搭末班车回到渔港时已经深夜了 这个时候还要再去儿子同学家里把小静接走 可就算这么晚 回到家后的何家还是不能休息 他必须将今天拜访时愿意订购鲜鱼香的客户信息整理起来 而妈妈工作时的微黄灯光 也成了小静当时童年里最讨厌的东西 可就算何家已经那么努力为三师船公司寻找客户了 装香时渔夫们却依旧不以为一我行我素 而何家敬意求经为客户着想的认真态度 却引起了底下渔夫们的强烈不满 明明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女人 还摆着架子来指点他们这群干了几十年的渔业老人 尽管三师船公司的社长阿阳努力帮何家说好话 但是日积月累的矛盾在这天终于还是爆发了 在三师干了大半辈子的高智带着底下的员工围住了阿阳 表示这个何家小姐有问题 她一个单亲妈妈为什么要来到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小地方 还那么好心地帮他们公司提高收入 而且她每天自己说去东京拉客户 但是这段时间三师鲜鱼箱的订单数量根本没有增加 高智之所以那么激动 恰恰就是因为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一张照片 还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自己在银行门口遇见过她 当时那个女人手里还拿着一大笔钱 眼下人多嘴杂高智也不敢将心里面的猜测说出来 只能等众人散去后 她才悄悄回来想找阿阳看一下公司的账本 可等到的却是阿阳跟何家的儿子小静 原来小静的同学阿药突然换上水痘 何家没办法只能拜托阿阳先去幼儿园接下孩子 等他跑完客户晚上回来实在接回去 看到小静很懂事地跟他打招呼 高智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当着他的面说出何家的事情 可这天晚上等到了很晚何家还是没有回来 甚至连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让阿阳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二天早上趁着小静还在睡觉 高智终于找到机会向阿阳摊牌 面对铁证如山阿阳现在不得不相信了 就在这时何家终于出现 在知道儿子还在睡觉后他表示今天也有新的订单 可阿阳却说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跟何家合作了 说完便指着桌上的账单表示何家盗用了公司的钱 尽管何家告诉他这些都是业务经费 可阿阳却怎么也肯不相信 什么业务能一下子花去150万日元 他觉得何家就是一个骗子 打着单亲妈妈的名义来乡下骗他们血汗前的女骗子 听到这些商人的话何家沉默了 表示既然大家都这么不信任他的话 先于乡项目以后三师自己做吧 说完便放下东西带着儿子小静离开了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东京那边一家日料店的主厨要找何家小姐 说是何家的手机昨天落在店里面了 听到何家刚刚离开了公司 主厨马上怒气冲冲地表示要社长接电话 结果阿阳刚拿起电话就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主厨大声质问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对待员工的吗 原来何家昨天在他们店用餐后突然晕倒 医生最后的检查结果是急性肾损伤 救 救 救世纵 人造悪くしてるんだよ 医者の話じゃどうも食べて吐くのを繰り返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食べて吐く!? あの子な客の振りして入ってくんだよ それで一人で差し盛りや煮付きやらいっぱい頼んで ペロッと平らげて 実は私もお魚売ってるんですよ いやうちの魚も大将の腕で絶品の料理に仕上げてくれませんかね 主厨最后还不忘記多骂了几句才挂断的電話 因为是开着免提 现场所有人听完都沉默了 高知有些疑惑的说为什么何家小姐要吃了又兔那么拼命 交通費のことを考えると できるだけ一回でたくさん回ろうって思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就在这时阿堵发现了何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名片 全部都是这段时间的客户资料和供货店的信息 这个没什么大本事的单亲妈妈 原来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法默默努力 看到这里阿阳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愧疚 带着公司所有人追了出去 可何家看到他们后却头也不回踩起了单车 努力奋斗付出却被不信任的感觉 真的让人很难受很委屈 看着小金的画册和那群向他奔跑过来的渔府 这一刻的何家突然明白了 他就像企鹅群里第一只跳进大海的企鹅 只为告诉身后的铜伴们这片海域很安全可以放心下人 原来自己就是渔业里的企鹅先锋呀 而阿阳追上来后的第一句话 也让何家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一扫而空了 而何家和渔夫们皆大欢喜的结局 却让一直关注这件事的渔会会长很是不满 毕竟当初制作那张假照片去陷害何家可是费了他不少功夫呢 现在看来自己的手段还是太仁慈了点 何家当上任没多久就遇到了渔会那边又来找麻烦 嚷嚷着今天开始就不会给他们提供出海捕鱼的燃油和冰块 面对这种情况何家这一次没有选择妥协 而是直接霸气反击 解决完渔会问题后和家回到东京回访订购鲜鱼箱的客户 可这一回访问题就来了 因为天气转热冰块融化太快 运输才不到一天鱼就泡在冰水里根本用不了 而家盐巴一起运输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第二天客户就打电话过来投诉于被动的硬邦邦 更让何家糟心的是三天两头就有记错于的订单出现 总之就是自从阿阳监督鲜鱼箱打包后就问题摆出 虽然每一次何家督诚恳地跟客户道歉答应免费更换 可这也导致了鲜鱼箱项目的盈利大幅减少 甚至到了最后出现订单增加 但是公司却开始亏钱的情况 而这些堆积下来的矛盾问题 在发工资这天终于彻底爆发了 拿完工资的渔夫们越想越起 明明自己出海捕鱼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了 回来后还要处理一大堆打包订单 偶尔看错订单饭点小错又怎样 他们觉得就是何家太好说话了 所以才导致客户们天天挑刺找问题 就是为了想要从他们这里不劳而获再拿一箱鱼 看到议论纷纷的众人 阿阳咬牙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帮何家应付那些鱼肉里挑刺的难缠客户 而这样做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明显到何家的私人电话开始响个不停诠释投诉 何家怒气冲冲赶到公司正要发火 结果阿阳却笑着表示不用感谢他们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毕竟何家一个女人对海鱼什么都不了解 才会一直被客户刁难 面对何家的怒吼 阿阳还是满不在乎地表示 这种客人少一点也无所谓吧 再说就算先鱼箱运输的时候有一点损伤 想办法把鱼变得好吃不是专业厨师的责任吗 他们厨艺不行就怪到食材身上 这不是纯纯的欺负老实人吗 而且何家挑选的客户阿阳也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一直找那种高端饭店 他们每次只会订购个一两箱 要找就应该找那种不会斤斤计较的大型超市 这样才能拿到大订单啊 一笔一笔卖的方式是我的方式 是我的方式 是我的方式 那不就别 不同观念的碰撞往往都是以两败俱伤收场 而如何让这群渔夫们接受自己只做高端市场的观念 也成为了何家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晚上回到家后何家打电话给客户道歉 就在这时一家法式餐厅的主厨一句话点醒了他 刘山觉得渔夫们应该是没办法想象他们捕获的海鱼会被餐厅制作成什么样的料理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亲自品尝到的话 也许就会理解何家的苦衷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思索片刻后何家马上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要自掏腰包带这群乡下的渔夫进城吃法餐 可一到东京刚才还气场十足的渔夫们马上就淹了 在一阵阵左顾右盼的走走停停后 何家终于把众人带到了本次的目的地 这是一家开在涉谷区的神秘法师餐厅 主厨刘山一出场就气势拉满 为了占据主导地位 入座后阿阳就开始发表意见 表示刘山用他们的鱼做法国菜是不是太可笑了 他觉得鱼就应该蘸着酱油生吃 这样才能还原海鱼原本的味道 可刘山却说法国料理会调制数千种不同的酱汁来配合食材 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口感 说完便端上今天的第一道菜 由三师船公司捕获的马头鱼做成的肉洞搭配泡沫酱汁 看着花里胡哨的摆盘 渔夫们一开始还不以为意 可当有人尝了第一口后 新世界的大门就彻底被打开了 不信邪的阿阳用筷子夹起鱼肉送入口中 尽管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马头鱼的味道也就那样 可当他亲自品尝的时候还是瞪大了双眼 鱼肉的爽脆搭配着清新的酱汁 让他不禁怀疑这真的是他们捕获的那种马头鱼吗 也是在这一刻 这群目中无人的乡下渔夫终于体会到了法国菜的可怕 可阿阳却还是蛮不在乎 表示之所以这么好吃就是用了他们三师捕获的海鱼 就在这时另一道菜被端了上来 这是一道用竹甲鱼做成的香煎鱼片 没有过度的装饰和复杂的酱汁 只是上下两块叠放的简单鱼片而已 阿阳拿起筷子夹起鱼肉 第一口就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果然他们三师的竹甲鱼就是好吃 可第二口下去阿阳的笑容就消失了 下面这片鱼肉吃起来松松垮垮胃同嚼辣 可明明是同一种鱼 为什么品质区别能这么大呢 上的鱼是我送的箱子 下的鱼是片岡さん的箱子 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 随着泡沫箱子被打开 两份不同模样的海鱼呈现在众人面前 一份紧致皆是完整地躺在碎冰上休息 而另一份则是无精打采拳在水里泡澡 刘山告诉渔夫们 如果是现不现吃保存差一点 确实对味道没多少影响 但是时间一拉长 保存差的那份就会直接影响鱼肉做出来的口感 他相信阿阳先生也不愿意看到 自己辛苦捕捞的鱼最后变成这样 就在这时阿赌的一句话点醒了现场众人 刘山告诉何家放血就是捕捣鱼后 当场让其脑死并放掉血液 这样处理的鱼就能保持惊人的新鲜度 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阿阳打断了 只因放血的步骤麻烦的要命 他们实在没办法帮捕捞的每一条鱼都放血 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人会给鱼放完血再卖 可就是阿阳这句不经意间的话 让何家的瞳孔突然放大 告别完主厨留伤后 可家便带着这群渔夫大树们返回渔港 而鲜鱼箱的打包也被他安排到渔船上面 在鱼儿们从网里出来的那一刻 阿阳就熟练地放血装箱 等船回到港口便第一时间打包发货 在收到鱼的那一刻就连刘山也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这份鲜鱼箱真的太完美了 三师船公司在何家担任社长后遇到的第一次危机 终于是有惊无险地熬了过去 而有钱后何家也没扣扣嗖嗖 第一件事就是给底下的渔夫们涨工资 涨完工资后何家还给每个出海的渔夫配了一部智能手机 为的就是能在捕到鱼后的第一时间拍照分享出来 方便有需要的客户下单购买 再加上为公司买车和聘用会电脑的事务员 这笔贷款才拿到手就已经被和家花的七七八八了 当然烧钱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明显到鱼港的其他人看到后特别眼红 纷纷找到渔会表示他们也要自己卖鱼 眼看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渔会会长山谱只能说三师现在是表面风光 后面钱花完就会哭的 如果所有渔民都要自己卖鱼 到时候整个渔业界就会一片混乱 而另一边蒸蒸日上的三师船公司 却迎来了一次新的危机 当和家把一直在背后默默帮他出谋划策的 右借带到众人面前时 所有人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阿阳之所以那么生气 就是因为刚刚接到渔会会长山谱的电话 陷入为主的以为何家就是右借派过来搞垮他们三师船公司的 可右借不是他的儿子吗 一头雾水的何家在办公室终于知道了真相 原来右借其实是阿阳的王七跟前夫的儿子 当时都子带着五岁的右借嫁给了阿阳 虽然不是亲生儿子 可阿阳还是十分疼爱右借 在右借上高中的时候一场意外却悄然来临 因为要带小孩和处理船公司的一些事物 都子意外劳累猝死 妈妈去世后右借便立下了要当医生的志愿 但是当时与港特别不景气 阿阳的收入也十分微薄 而且右借还有两个年纪很小的妹妹 为了筹集到学医的大学学费 她便向妈妈的娘家寻求帮助 可当右借把这个消息告诉阿阳的时候 她的反应却特别强烈 争吵中右借甚至说出了妈妈就是被父亲害死这种气话 而阿阳也是个急性子 听到右借这么说当场就表示要断绝父子关系 从那天开始右借便去了东京学医 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这个小渔港 而在知道和家想要帮助父亲的公司卖鱼后 右借便一直默默地在他背后指导 连之前和家带渔夫们进城吃法餐的餐厅也是右借联系的 在知道一切真相后 高智马上跑去阿阳家里劝他想开点 毕竟再怎么说右借也是为了他这个父亲着想 可阿阳这个又臭又硬的脾气那么多年还是一样 心里面明知道儿子是对的 可还是嘴硬地表示自己不会跟他和好的 关键时刻一起跟过来的阿独起了作用 就这样上一秒还信誓旦旦表示绝不妥协的阿阳 下一秒就扭扭捏捏来到了办公室 阿阳有些不好意思的向右借到了谢 当年如果不是他选择离家 他的两个妹妹现在肯定没办法去念大学 这对分别多年的父子 在这个洒满阳光的冬日午后终于冰释前嫌再次团圆 而自从电视台的节目播出后 三师船公司的鲜鱼箱就被疯狂订购 甚至出现了需要排队等候的情况 订单的突然增加也让渔夫们苦不堪言 每天深夜出海补完鱼后 第二天还要装箱到中午11点才能休息 所以这种情况何家不得不考虑招人 这次新加入三师船公司的新人是三个年轻男生 刚毕业的刻板大学生小森 看上去很精神的运动小伙刚逝 还有喜欢钓鱼的眼镜帅哥冯板 而何家他们不知道的是 余晖的间谍就藏在这三人里面 三个新人里面最好学的当属念过大学的小森了 从见面开始就一直记笔记 认真态度连一项严肃的阿阳都忍不住称赞 反观当时一坐下就开始吃东西 冯板则不停地帮前辈们倒酒 看到这一幕的何家露出欣慰笑容 毕竟让年轻人加入三师船公司 也算是他一开始的愿望 可这种欣慰的笑容在何家脸上只持续了一天 隔天三个新人还没到下班时间就已经累趴在地上 大学生小森甚至说三师违反劳动基准法 他们从昨晚跟船出海到现在已经连续干了14小时 怎么现在还不能下班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何家赶紧安慰他们不是每天都会出海的 平时不出海的时候也会很轻松 还好关键时刻旁边的阿阳出生解围 可三师的这趟幸运培训哪有这么顺利 再给客户装鱼的时候意外又出现了 小森他们在分类的时候居然把不同品种的鱼装在一起 被责怪时还掏出本子表示阿堵先生只是说把鱼分成大中小 并没有说还得分出不同品种 虽然分类的时候他也隐约觉得不对 但是身为新人 小森觉得他们不可以擅自判断 听到这句话的阿堵差点气到原地升天 回到办公室后众人也没得清闲 小森他们居然把公司给渔夫们准备的果汁全部喝完 面对愤怒的渔夫前辈 这个有点目棱的新人还据理力争在反驳 下午阿阳刚走去码头上班问题又出现了 小森拉着钢士走到他面前 表示阿堵先生刚才随意出手打人 原来中午的时候钢士在码头休息时 无意间用手摸着系船柱上的绳子 阿堵看到后一个飞梯就把他踹了下来 顺手还给了他一巴掌掌掌记性 毕竟摸系船柱上的绳子手指随时可能会断掉的 可小森却觉得这是暴力行为 明明阿堵先生把钢士踹下来就好吗 为什么还要打他一巴掌 这难道不是老员工在欺负他们新人吗 看到小森把问题上升到职场霸凌 阿阳没办法只能让阿堵跟钢士道歉 毕竟现在的渔夜想要留住新人实在是太难了 阿阳的这种做法终于让底下的渔夫们受不了 纷纷找到他要求开除新人小森 可阿阳却说新人入职不到一个月 开除的话和家那边也不好交代 而且现在公司的订单已经大排长龙了 这个时候还要开除员工很明显行不通 最后他代表公司跟几个老员工道歉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好在阿阳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在他苦口婆心的寻寻善诱中 小森终于明白了三世限于相为每一个客户着想的理念 这天三个新人跟船队一起出海 上船没多久小森就单独找到阿堵前辈道歉 这让一直当受气包的阿堵很是意外 就在俩人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 小森突然问阿堵脚边的绳子有什么用 跟平衡船之间的绳子 因为两艘船之间的鱼网里会有好几百公斤的鱼 拉网的时候网船就会被往一边带 所以就需要平衡船这边反方向拉绳才不会翻船 而渔会这边的山谱也接到了上级命令 表示晚上先不要回去在余会这边待命 防止出现不可控的意外 听高层的意思是针对三师船公司的那根针马上就要行动了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三师船队这边眼看放网时间足够准备收网 也是在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 连接网船和平衡船的那根绳子突然断裂 一瞬间整艘网船就失去了平衡 看到这一幕的阿阳赶紧打电话通知余会救援 接着便让高智那边松开网子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控制余网的脚收滚筒此时也坏了 就在这时船体一个剧烈颠簸 准备去检查余网的小森意外被甩出船内 好在高智及时出现拼命将他拉回甲板 可巨大的冲力却让他的手臂直接脱臼 没给众人任何喘息机会 网船的船体再次倾斜 而且这次的倾斜脚步已经快接近90度了 就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阿阳反而冷静了下来 直接跑回驾驶室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千钧一发之际阿独手起刀落 咬牙直接把余网割掉 这才让快要翻覆的网船慢慢回正 看到这一幕的阿阳终于松了口气 可悬着的心却没能放下来 因为只有渔夫才知道修补一张渔网的代价到底有多高 回到办公室后阿独二话不说一拳砸到了小森脸上 他觉得网船绳索锁断裂就是小森搞的鬼 可小森却说自己没做这种事 反驳如果阿独先生能不凭直觉做事认真修补那条受损的绳子 或许今晚的这出意外就不会发生 小森的这句话让阿独的怒气再次被拉满 就在他准备继续爆发的时候 阿阳却把他拉到了一边 三十年的兄弟感情确底不会一个近来不到一个月的心缘 这才是阿独现在觉得最委屈的 所以这一次他选择了李凯 而阿阳的做法不仅含了阿独的心 也让一直跟随他打拼的余夫兄弟们产生了见识 纷纷也跟阿独一样选择了一看 等与社长和家聪聪赶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片岡さん 天末就变成了 昨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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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次员工大规模摆烂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 之前订购鲜鱼箱的订单全部无法发货 何家从早上上班就开始道歉 一直接电话接到下班都无法休息 就在何家好不容易打完最后一通道歉电话的时候 阿阳却告诉他出海捕鱼的鱼网拿去修缮了 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 也就是三师船公司这一周都无法捕鱼了 想着不浪费每一秒钟 何家决定趁不出海的这几天把之前的员工喊回来 可降脾气的阿阳却不同意了 还嚷嚷着那些不负责的人回来也没什么用 不如趁这个机会招募新员工更好 刚好何家过几天不是要去东京参加渔业演讲吗 到时候顺便在演讲会上招人就好 为了让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阿阳心服口服 何家最后同意了他的招人计划 可等阿阳来到演讲会当天才知道 要招一个有经验的渔夫真的很难 他发了半天招聘传单 口水都喊光了最后一张都没发出去 好在这种情况何家早就料到了 早上出门前他就让留守在渔港的拓海去劝老员工们回来 可老员工们哪有那么好劝 纷纷表示三师现在一团糟都是那个新人引起的 所以只要小孙不离开他们就不回去 而另一边何家的演讲会也开始了 作为渔业界第一个推出鲜鱼香的女性从业者 何家理所当然被举办方邀请上台讲话 站上演讲台的他自信美丽侃侃而谈 自从鲜鱼香推出后渔夫们可以自己决定售假 以前卖给渔会400日元一公斤的竹甲鱼现在可以卖2500日元 如果卖出500公斤 渔夫们就能多赚100万日元 他问台下的渔夫们如果赚到这么多钱后会怎么做 这时有个上了年纪的渔夫发言 说自己如果能赚那么多钱肯定要好好休息 而他的回答也郑重何家下怀 马上表示如果渔夫们有钱了不用天天出海捕鱼 那么最受益的就是这片大海 日渐枯竭的海洋资源也会通过自然循环恢复生机 最后反哺人类生生不息 而这就是他坚持不懈推动鲜鱼香的目的所在 听到这里台下的渔夫们再也坐不住了 纷纷站起来为何家鼓掌 演讲会结束后还有几个传公司的人过来搭讪 表示以后有机会一起合作 其中最让阿阳看不顺眼的是一个叫波佐监的男人 一见面就花言巧语逗何家开心 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不是什么好鸟 可偏偏何家就看不出来 就连回去的路上何家还不停地跟小森夸着波佐监线上 这样吃了一肚子醋的阿阳再也忍不住了 表示何家就是陶醉过头了 被一群大叔围绕还自以为是偶像 还说什么企鹅真可爱 明明自己也带了一条同样的领带 怎么没听到何家夸他可爱 阿阳越说越激动没想到最后却惹怒了何家 何家说完就怒气冲冲走进了电车站 连身后被自动门拦住的阿阳也没去理会 等他来到站台的时候才发现阿阳的车票在自己口袋里 不过何家也没在意 毕竟小森还在阿阳身边呢 结果何家还没把那口气松完 小森就出现在他身后 很明显这个刻板的新人也把阿阳抛弃 就在何家骂骂咧咧要回去接阿阳的时候 破海突然打来电话 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之前他们出海捕鱼石砍断网传绳子的人找到 之前来公司面试的三个新人里面 有一个叫冯板的眼镜家很可疑 不仅面试时的身份信息是虚构的 连他留在公司的居住地址也是假的 可无冤无仇冯板为什么要来他们三师船公司搞事情 难不成他是余慧那边派过来捣乱的卧鱼 就在众人胡思乱想的时候 公司的女社长和家职接拍板将这件事打住 既然已经被摆了一道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开信息 保证公司能够继续维持运作下去 听完阿赌的话众人再也坐不住了 纷纷跑到阿阳的家里道歉请求人量 结果一进门却扑了个空 这时候何家才想起阿阳上午被他遗忘在东京的电车站 他赶紧拨打阿阳的电话 可传来的却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就在何家想着怎么寻找阿阳的时候 一个陌生来电打乱了他的计划 新来的银行负责人决定要终止他们三师船公司的代表 说完不等何家询问便挂断了电话 一头雾水的何家刚回到办公室 余会会长突然也找了过来 表示三师船公司必须在两天内还清所有欠款 不然他这个余会会长就要被卷草系丢去海里喂云了 湘土说完也是匆匆离开 接二连三的事情让何家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准备拿捏他们三师了 想到这里他急忙买了车票赶去东京 找到农林水产省的沟口寻求援助 可沟口却说想要申请援助资金需要企业三年内的账本 这让以为找到救命稻草的何家瞬间被浇了一层冷水 因为三师是从他接手后才开始记账的 也就是说现在连沟口这边也就不了他们三师了 走投无路的何家绝望地游荡在东京街头 现在他去哪里找这笔钱帮三师还给一会啊 就在这世口袋中一张名片让何家看到希望 正是早上水产演讲会上郭佐监的联系方式 想着死马当活马一样 何家最后咬咬牙打不过去 而另一店的阿阳因为没带现金手机没电 只能找了家小饭店坐了一会 还好最后被前来寻找的儿子发现 又借把阿阳带回了自己住处 问他怎么会一个人被落在东京 阿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跟何家吵架 可他不会后悔的 男人的第六感告诉他早上那个郭佐监绝对有问题 阿阳告诉儿子别担心 住一晚后明天他就会回雨岗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早上 一大早何家就拿着支票一次性还完了渔会的欠口 让一直欺压他们的渔会会长山谷乌顿口袋 而帮助何家解决这一切麻烦的人 正是水产演讲会上的那个神秘男人郭佐监 郭佐监告诉何家这次给三师投资的是神室有机饰品公司 他只不过是帮忙千桥搭线而已 神室公司一直想要投资渔业 趁着这个机会和三师达成合作也是双赢 或许还能让何家他们的鲜鱼箱打开更多的销路 而此时阿阳正气喘吁吁往办公室那边赶过去 早上翻看手机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不在三师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看着手机里一句句道歉的话阿阳感动落泪 可这份感动的心情在他踏入办公室的那一刻 却戛然而止了 他觉得现在的三师已经变得自己不认识 最后阿阳默默选择了离开 独自一员又回到了儿子又借在东京的家里 而另一边的何家看到阿阳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也很着急 可无论他怎么拨打阿阳就是不接电话 关键时刻还是又借打不过来 也是在这回他才知道阿阳先生那天回来过一次 何家赶紧让又借帮忙打开扩音 向阿阳解释这是误会 他确实找过郭佐监帮忙 但是当时公司被余慧逼到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而且只是借钱公司并没有被抢走啊 可阿阳却不乐意了 表示何家如果不跟郭佐监撇清关系他就不回去 最后气头上的俩人再次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何家就把和阿阳闹矛盾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听到俩人是因为一条领带开始吵架了 几个老员工们纷纷打去何家做的不对 怎么能只夸郭佐监不夸阿阳呢 不过他们也安慰何家没关系 像阿阳这种爱吃醋的性子过两天就自己回来了 而阿阳不在的这段时间弊端也显露了出来 不停有客户向何家反映鲜鱼香的去血啸果没之前好 这让何家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办公室后何家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现在去学工作是由刚回来的永泽负责 虽然年轻人手脚麻利 但是和阿阳相比之下还是差了一点 就在众人开会快结束的时候 投资何家他们公司的郭佐监突然到跑 说是想来亲自体验一下三师的捕鱼流程 商量过后何家把他安排到了之前阿阳的搬运船上 没想到郭佐监一上岗就特别熟练 不仅船只操纵熟练捕鱼技巧高超 连给鱼货去血的技巧也和阿阳如出一辙 甚至第二天在码头给鲜鱼香打包的时候 郭佐监也是轻车熟路 他还告诉何家自己现在是自由职业 如果有需要的话他还能在这边帮忙一段时间 这让何家有点喜出望外了 毕竟三师现在是真的缺人 下午何家带他去找住宿的时候 郭佐监突然问何家有没有想过 把这边渔港的团团整合成一家公司 这些天他观察后发现大家售卖的鱼货品质都不错 如果三师愿意在渔港当这个领头羊 就能让整个港口脱离渔会一起销售鲜鱼香 到时候渔港所有渔夫们都会受益 钱的事情也不用担心 他会说服神势公司帮每一个加入的渔夫 还清渔会那边欠款 看着波佐监热烈迫切的眼神 何家承认他有点心动了 面对各位船长的质疑 何家却说他们虽然统筹成一家公司 但是实际上不会分上下级 而且到时候大家都能脱离渔会控制自己卖鱼 这时投资人波佐监也站起来帮何家说话 表示只要加入三师这个大家庭 投资方神石公司就会提供赞助资金 帮他们还清渔会那边的欠款 就在波佐监侃侃而谈的时候 渔会会长气势汹汹带人闯了进来 大声质问他到底想要干嘛 没想到波佐监却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距离力争把渔会会长压了回去 看到平时不可一世的山谷 被波佐监灰溜溜地赶出去 现场犹豫不决的渔夫们马上有了主意 纷纷站起来表示要加入三师成为员工 而波佐监强硬的表现也让何家几人深感配合 可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永泽 却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 第二天他就偷摸着找到了三师的老员工阿渡和高智 商量着一起去东京那边找回阿杨 此时的阿杨还在儿子的家里享福 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当天晚上又借就给阿杨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吃饭的时候还一直说着阿杨爱听的话不停劝解 终于是成功把自己的父亲断罪 等隔天阿杨迷离呼呼醒来的时候 猛然发现自己躺在车上 他慌慌张张打开车窗正想求救 入眼的却是几张熟悉的面骨 阿杨摇摇晃晃推开车门 骂骂咧咧走到了阿渡几人面前问他们想干嘛 自己明明已经跟何家说过不回去了 就在这时买东西的永泽来到阿杨面前 表示现在的三师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了 阿杨先生不在的时候渔港来了一个神秘的男人 不仅很会补育 去写和处理渔货的手法也比阿杨高超 而且一下子就帮渔港所有船公司还完了欠款 逼得渔会无话可说 但是他还是觉得那个叫波佐监的男人有问题 永泽告诉阿杨自从那个人来了以后 何家就一直对他言听计策 不再是之前做什么事都很有主见的样子 感受到永泽几人的热情 阿杨终于下定决心回去 而另一边的何家也遇到了麻烦 农林水产省的沟口告诉他波佐监 引荐的那家神势公司有问题 表面上虽然是正当公司 但背后的股东全部是外国人 沟口有些严肃地告诉何家 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经济侵略陷阱 通过控制沿海港口的渔夫公司来架空当地一会 算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 沟口的话让何家有点慌张 毕竟他已经代表于港所有公司和波佐监签完合约了 想到这里他赶紧搬出这段时间的资料 让事务员空业统计一下波佐监垫付了多少钱 就在何家忙的焦头烂额的时候 阿阳终于回来了 当时阿阳刚从东京回到渔港 结果何家却说自己被投资人欺骗 把整个渔港都卖给了波佐监垫间的神势公司 为了能统一战线 阿阳才决定连夜出海找渔港的其他船长说明情况 在阿阳几人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在天亮前将所有签过合同的船长带到港口 然而等何家咨询完律师后才发现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除了他们三师签的是贷款协议 其他船公司和波佐监签的都是投资协议 所以很难解除契约 就在众人急得毫无头绪的时候 三师的新人小孙说竟然没办法主动解除 干脆彻底摆烂 让神石公司那边提出解约就好 小森的这个点子让何家瞬间清醒 马上找到当地渔会会长说明利益关系 请求他一起加入保护渔港的行动 而这个方法也很快得到了验证 第二天波佐监就急匆匆从东京赶了过来 一到会议现场就质问何家到底想干嘛 何家平静地说波佐监引荐的那家神石公司的股东都是外国人 根据法律规定是不允许涉及渔业的 所以他们才提出解约 之前投资给渔港的钱他们都会返回去 没想到波佐监听完后表情淡定 好像早就猜到何家会这么说一样 他满不在乎站起来说既然三师要退出 那整合渔港的任务就由冰靠船长的公司带领 波佐监的这个任命让三师这边摸不着头脑 不是说要一起解约的吗 怎么冰靠这边临阵倒戈 原来昨晚波佐监就提前回来找到了冰靠警 哭口薄心说明了利益关系 毕竟现在还有谁会跟前过不去呢 就在波佐监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余慧会长的助手突然冲了进来 表示神石公司那边刚刚传来传真 便宜无条件对这次渔港事件进行主动解约 这让波佐监瞬间慌了神 和解约书上白纸非字写得清清楚楚 让他不得不相信打脸就是来得这么快 最后波佐监只能灰溜溜地跑了回去 留下会议室那几个跳返失败的船长面面相去 可让何嘉想不通的是 帮助他们解决渔港这个麻烦的人究竟是谁呢 晚上回到办公室的何嘉马上打电话 询问农龄水产舍的沟口 然而沟口的回答却让他再次警惕了起来 但何嘉解决完渔港危机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 却被渔会会长带去见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之前陷害何嘉他们三世公司 然后又帮助他们赶走波佐监的神秘人陈海人员 陈海看到何嘉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表示这个世界不是一家亲 因此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岛 渔会的存在不仅仅是管理渔船这么简单 只要何嘉答应不再卖那个所谓的鲜鱼箱 这次差点把渔港卖出去的事情他可以既往不救 可何嘉怎么会答应呢 他可是拼了老命才让三世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眼看陈海一员就要离开 何嘉也步步的矜持了 直接开口表示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人 其实就是陈海这种不作为的老一代 人被推到水里就会溺水 溺水的人当然要抓住任何能够救命的东西 如果不是一直以来渔会管控松懈 导致渔夫们赚不到钱 他们三世也不用费心费力去自己卖鱼 就在这时渔会会长山谱也送来助攻 直接将陈海一员下达指令 真对何嘉的录音播放了出来 眼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陈海还是一脸无所谓的装傻 毕竟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只要他不松口三世还是得倒闭 想到这里山谱直接下跪开始为何嘉求情 看到事情发展开始僵持 何嘉马上把台阶递了过去 他希望陈海一员能让三世继续售卖鲜鱼香 作为交换条件自己会退出于业界 何嘉的退让终于是换来了陈海的点头 可当他把这件事情当着三世员工面说出来的时候 阿阳却不同意 明明奋不顾身一路把他们带过来的人是何嘉呀 现在胜利的果实还没享受就要退出 阿阳甚至赌气地说如果何嘉要离开 那他们三世干脆也不卖先于相望 没想到这句话却彻底点燃了何嘉的怒口 直接不留情练将阿阳给骂得走穴领头 何嘉离开渔港后三世的故事还在继续 只不过跑客户的人变成了小森和拓汉 时间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五年 这五年里三世鲜鱼香的脚步从未停止 而且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 直到最后农林水产省重新拟定了 渔业合法交易的发展准则 终于不再限制渔夫们自己卖鱼了 这不根据真实故事改变的励志日剧到这里就大结局了 剧中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许有人想问何嘉这五年去哪里了 那就让我们用何嘉的一个小彩蛋结束这个故事 我母亲是怎么回事呢 我好像有很多人回来 我现在就会开始鱼鱼 我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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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呢